还有来看看这名司机是不是恍神了 这是台中一名43岁的公车司机 行进市区时三小时内就连续撞车三次 分别撞到了四辆自小客车还有两台机车 造成了机车骑士受伤 更导致车上乘客惊吓万分 那么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名司机没有酒驾 也没有出现药物反应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直到身体检查报告出炉之前 现在客运公司都暂时停派这名驾驶 公车司机你累了吗 短短三小时内发生三起车祸 害了四部汽车两台机车被抓 再看一次最严重的这起车祸 公车撞上了白色休旅车一路往前推 推到路边撞上两台机车害了骑士受伤 就连停车阁里头的白色轿车也遭殃 公车上的乘客吓坏了 提起包包大人小孩赶紧冲下公车 驾驶更是紧张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起车祸发生在下午一点多 袁警还告诫公车司机开车得小心点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这台公车又撞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再撞上另外一部轿车 三个小时内连续发生三起车祸 怎么会这样呢 根据警方调查这名公车司机没有喝酒也没有药物反应 但怎么会三小时内连撞四汽车三机车呢 公车司机公称自己恍神没有注意 却害了公车上的乘客跟着一起单行手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志欣 朱显明 台中报道 谢谢 谢谢